一二三四五五个图 给我一下你们知道的形容词 那个猫Cube 好 你们可以写在里面或者讲出来猫很Cube 哎呦 我们看第一个先看这个女生 这女生什么 这女生 这个 OK Beautiful Printy 还有 在她身上有什么 你看到的你可以从她头啊脸啊 配套什么 黑色的头发 头发 有什么形容词头发 头发黑色 along black 刚才你们讲黑色是吗 然后 long 还有 不要看气色先 不要看气色先我们一个个看先 这个这样的图啊其实可以至少有 可以很有 有十个懂啊 食用词 alright 首先呢你可以从她的 她的笑容很好看 ok很charming ok charming smell 然后呢你讲她她的样子很 就是 可能她是一个over face 是个椭圆形的脸 alright 然后呢你可以讲她的 额头呢 很宽 就是white ok 所以呢都可以讲的 然后你可以讲她这个样子呢是一个 呃 怎样讲啊 白人啊 叫做 oh young 你可以年轻人 ok 好所以呢都可以用这些不同的anity 在她样子里面 好来第二个这个 这个帅哥 captain america 好有什么形容词 有什么形容词 fansome oh handsome yeah handsome man ok还有 头发什么颜色都是形容词的 颜色都是形容词的 头发可能是 brown black black evo是black 跟evo是black 然后 black t-shirt black t-shirt ok 好所以呢这边呢也是有一些啦 你可以讲呢她眼神呢 她眼神很吸引人 ok attractive 都可以 只要你想到什么都可以 好第3个 好第3个图呢是个比较 这个是个中国篮球人叫姚明啦 ok他什么 他很 tall 上边就写tall 很高 ok tall 还有 好另外一个呢 这个 这个不要 这个看守这个人啊 这个是一个打拳的 boxing boxer 他来过马来西亚的 啊这个是short ok 杨明很高杨明是200多 200多cm啊 所以很高 ok还有他穿一服 black black 然后这个是一个 green green 甚至呢 他们的 他们的origin 比如这个是chinese 然后chinese本身呢也是一个形容词来的 就是chinese origin的这个国家就是种族的名字 ok就是 华人 ok就 中国的 就是chinese 好这个呢他是菲利宾人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不同的形容词 好来这个猫呢 猫 cube 除了cube之外 baby cat baby啊 ok就是little啦 小啦很很小的猫 little cat little是很小 好他的颜色 他的颜色也是 他的颜色 老师中他猫有一个love 是咯 这个是他的特别的一个battern来的 所以呢你可以讲 他的 这边有一个love的就是他有一个很special很特别 special special pattern 好颜色也是形容词 white 都可以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 或者是很很温柔的很温馴的 gentle 好都可以这些呢都是形容词 所以一个图呢 可以带给很多形容词的 好这一个呢 这最酷的跑车 什么什么形容词 yellow white golden yes okay好 golden 黄金色的 yellow也可以啦 也是黄色的 好这两只看起来很 很贵 expensive expensive 很贵 这样子看起来呢 很强 比方快 好 就是可能他比方快很fast powerful OK等等 都是形容词来的 所以呢这些呢 都是今天我们会 学到的形容词 OK 好 这些形容词呢 其实呢 他们呢有一个规矩的 他们规矩到底什么规矩呢 我们看下一个 order OK order 等一下 好这个order呢 一定要配起来 一定要 一定要懂啊 这个在你们的 六年几课朋友的order 就五年几课会学到的 好 order of adjective呢 是什么东西 就讲呢 当我们要把 多过一个形容词 写出来的时候呢 就要跟着这个 顺序 来写 OK 好最前面的是 obinion 比如pretty 好什么是obinion 就是你看法 好这看法呢是很主观的 就讲你 你觉得是 可能别人不觉得是 比如很美 美的是主观的 可能觉得他美 可能觉得他不美 所以没有主观的 或者是很horrible 很可怕 delicious很好吃 expensive 贵 好这些都是很主观的 就放在第一个 最前面的 好第2个呢是大小 比如tiny 是很小 huge呢是 很巨大 liter是小 large呢是比较大 好大小呢是可以很客观的 因为大跟小呢 我们都觉得 这个很大 肯定是每个都很大的 没有讲 你觉得大觉得不大 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客观 接下来是h h呢是 年级 OK年级的话呢 就是 o就是很老 ok old new young跟ancent 什么是ancent 什么是ancent ancent呢就是 很古 很古的远古啊就是 很准就以前 写下来 远古古代 远古时期就是1000年前 2000年前 ancent 好这个呢是 年级或是年龄啊 应该不是年级啊 讲错了年龄 我写错了 年级的是12年级 好 第3个是shape 形状 OK形状的就是 比如 flat的就是 很平的 flat over是那个 左圆形的over 然后是圆形 square的是 正方形 OK shape 好color就是 你们懂了color origin的一般上呢 指的是那个 国籍或者是那个种族啊 比如 Malay Indian Chinese Korean 好这些呢 其实 他也是一个形容式来的 比如我们讲 I saw a Malay boy A Malay boy呢 这个Malay呢是使用这个boy 就马来人的少年 马来人的小孩子 OK 这个是origin 好接下来是macterial材料 好材料是什么意思 就是 比如 silk 丝绸 paper 纸 然后呢 leather呢是什么 皮 plastic 是那个 塑胶 最后一个 the leather 就是那个材料 好到最后是目的 那个东西的目的就是比如 hunting fishing cleaning tennis 等等好 所以这八个呢就是order of adjective OK好你们的chaproom呢写什么 OK Mexican jumping OK啦都对 好 啊 skipping是什么 skipping是什么 他跳神 好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呢怎样用怎样背 你会背吗 我问你们现在呢用一 秒钟 OK背不到一秒钟 我们看下一个 OK来 10秒钟背他的思绪 不会背啊我们看这个 好来这个呢就是他的简写 你们呢可以写起来 Orsascom OK什么是Orsascom Orsascom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YouTube啊 有一个黑人的 不过你们看过吗 他名字Orsas什么鬼啊 好像很惨了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Orsascom 好 Orsascom呢来就是上面这个 Ovinian Science Ovinian Origin Nature Purpose 好 我要你们现在用五秒 OK就用 好 5 4 3 2 1 Pay Pay 什么 来讲他order出来 就是 Orsascom OK的 Orsascom 好要讲 因为里面有两个s啊 有两个s所以呢我第二个s我放小 你看啊 第一个呢是size size呢就是大的也是大或小 就我放大字母 OK 就是大的大的s 然后第二个呢是shape所以我放小字母 好然后呢第1个的Ovinian的话呢是主观的所以主观的话呢主人 所以主人是放大的 主观 好来 然后第2个Origin就放小 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 联想了 所以当你们 做作文啊或者是做PaperOne的时候呢有几个台的话呢就快你写出来 Orsas Com Computer Orsascom 然后你们就可以猜这个是Ovinian 然后这个是Science 然后呢就看你写到H 然后呢这个是Shape Color 然后呢Origin 然后Material 然后Purpose 好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快速让你们备收的方法 所以呢这个要备啊这个不管是写作文也好这个 Trogram的练习也好呢都会 都会可能会看到的 好明白的话呢我们看下一个 OK来下一个 好现在我给你们几个例子等下我们一起来做练习 OK第1张图呢是这个日本女孩 OK 所以呢你可以看 OK好 到讲之前呢 首先 当我们形容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不要用超过3个形容词 你们在旁边证明一下 不要 用 超 我 三个形容词 其实三个已经算多了 你不要用到四个五个八个用到晚了 给你这边八个是不是用到晚没有了没有这样用了 变得整个整个 很很啰嗦很多余的嘛OK 所以那三个两个是刚好三个最多了 最不要超过三个 好比如第1个 beautiful young girl beautiful呢是opinion 所以放在前面 Yang呢是h 所以放第2个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不能把Yang放在前面前的 你不能讲a young beautiful girl a young beautiful girl呢就是错了 OK所以呢这个就错了 所以呢 当你们做一个形容一样东西 或者写凶事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 写出来先 你要确保有没有排错 好嘞第2个 a little young girl OK little呢是size OK它的大小 Yang呢就是 她的age 所以little 写 a young girl OK a young japanese girl OK Yang呢是h japanese origin 就是日本的女孩 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 好最后一个呢放手了三个了 a young a beautiful yang japanese girl 一个 美丽的年轻日本女孩 所以呢第1个呢是opinion 第2个呢是h 第3个是origin OK所以呢这个就是order of adjective OK今天呢你们要把它弄清楚 啊所以呢当你们造句啊或者是写作的话呢就 不会乱乱放了 OK好来这边OK啊来我看了一个例子 OK来下一个 好来我们 正午又问你问题了啦 好来我看这个图第1个 delicious 请问delicious是什么哪一个 哪一个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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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berry storberry 材料 OK材料就是material yes 材料 material material OK所以呢这边就是orbinion是delicious white呢是color 然后material是 啊 是只有这个 所以你发现了material呢是发现最后一个了 啊你没有讲orstorberry delicious cake 没有的 你不要讲orstorberry round cake 没有 所以发现了storberry是一个最后的心动词 material OK你可以换成chocolate也可以的啊如果图是chocolate的话你可以chocolate OK所以呢可以讲ordelicious chocolate cake ordelicious cheesecake 都可以 所以呢 这个cheese呢 你们的 呃 把你们mike关掉他先 因为有你们少影啊 好这些cheese啊chocolate啊storberry啊都是 是 西龙丝啊 虽然我们可以用作零食可是当他这样子用的话他本身已经是西龙丝了的 里面的chocolate cake呢是西龙丝跟cake OK cheese cake也西龙丝跟cake 所以它本身是西龙丝 啊所以要搞清楚 所以呢这个是第2个例子 好我们来看第3个例子 好来 第1个small OKsmall什么 size yes size green color color OKgreen是color了好 tennis hello 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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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哪个你觉得哪个 这8个里面 osastform的哪个是tennis的 哪个啊 这个material material 好tennis呢 它其实 不失材料 它是它的用途 就是它的目的 OK就是purpose 这里除了用途是什么 是拿来做tennis的 所以呢它是purpose 所以tennis ball呢 这个tennis就是purpose alright 好 expensive opinion opinion OK 所以呢这些里面会了啦 tennis是purpose OK然后这个orbinion 这个color这个purpose 好所以呢tennis ball呢 我们是把它当着这个purpose 比如还有很多比如那个什么 鱼干啊鱼干 fishing road 鱼干的话呢这个fishing啊 它本身就是purpose了 它本身purpose 就是钓鱼的干 钓鱼的那个 干就是fishing road 它那个什么 跳绳 skipping road OK 跳绳然后跳绳子 OK等等 OK 所以呢purpose呢 是放在最后一个的 所以呢 purpose就是 然后sport car也是 sport car呢 这个sport呢 本身就是purpose来的 跑车 或者是raise car raising car 所以呢这个是purpose 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第2个例子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 还有例子吗没有换了我们要做练习了 好同志们来我们看 另外一面先你们认作是另外一面 好现在我们来一起做这个练习 我还有3分钟啊 好谢谢 OK好同志 好来我们来做这个练习 好现在我们来打在chap row里面 好 你们图片看到的是一位 这位马来 小帅哥 要怎样写呢 什么什么来快点 看大家怎样写 用你们的 看到的 这个adjective 看到的这个 图了来想象一下 到底有什么字 可以先 哦 OK不要写handsome 写完整句 鱼恩你写什么 handsome young boy OK好可以 handsome young boy 好还有 okay a young malay boy yes okay young malay boy也可以 对了鱼恩 然后其他同学呢 下同学有吗 下同学 下同学 来其他同学还有吗 不要叫名字了 你们就 主动一点写出来 有什么 适合的系统词 有吗 红衣有吗 开旋 开旋 有吗 开旋 开旋 有吗 有吗 开旋 有吗 不看过你们了 有吗 有吗 OK a handsome young boy OK不错 好 好 我们来看一看的这个图 A handsome malay man A handsome malay man 也可以 也可以 好来我们来一起看 OK首先呢 你可以用 Opinion Opinion就是 Handsome 这个 这个是 很主观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他不 handsome的话 就来 handsome了 你看他觉得他很 很 什么 多玩 什么的 等下等下 Handsome呢 你不会觉得他不 handsome的话 你觉得他很吸引人 他很 他很迷人 OK 或者你觉得 attractive也可以 OK attractive 或者是你觉得他很 什么 他有什么可以使用什么样子的 很charming 好的 就是 有魅力的 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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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呢是 Opinion OK 好接下来呢 Size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 Size 就是他大小 Tor 可能呢就是他很高 就放Tor 好 第三个呢你可能你可以放 他是马来人 OK 然后呢他的名词是boy 或者man 就是Handsome Tor 就第一个了 好 时间少了一分钟 等你们进来 好 第二个呢是 Attractive 方法 and OK and attractive 好如果觉得他很年轻 放 Young Young OK OK Bacterial OK没有Bacterial Original OK或者是 Young Malay 如果你觉得他是 柔佛来的 Johorian Man 是柔佛的男生 柔佛的马来人 OK Young Johorian Man 就是 我才忘记了 好好好 对对对我没有露影 好所以呢这个 Noises Noises Opinion Space A就是Science Primary 是Purpose 如果你不要讲 你不要讲Primary的话呢 你觉得我这个华小 你可以讲 Chinese school Original 等等 然后这些学校也是让你们自己发挥的 OK 好所以呢这五题是你们第一个功课 这五个 等一下回家 回家 不再 我再回家 那你们再加呢 你们就 写每一个图呢 附上两个 短的句子 OK 啊 好 好 来我们来看 OK 好 这个没问题了啊 好 这里面功课 来我看下一个 好下一个呢 是前一面 写四个啊 可以 至少两个 你写四个五个都可以 好你写多少 我改多少 OK 好 接下来呢 是一些 帮到你们的词 好 这些词呢 是可以用在你们的 作文里面的 好 首先呢 形容人的 OK Let's say 我们看第一个 an adorable baby OK adorable什么意思 很 可爱 啊 很可爱 很cute啦 就很讨论欢喜的 adorable 要拍照吗 要 要拍照 brainly 什么是brainly brainly brainly 来这个字brain 什么是brain 什么是brain 你不要不要 不要画东西了 什么是brain 不知道 brain的就是 头脑 OK 如果是brainly 就是很聪明 就是其实 讲不好的就是有脑 你很有脑 就讲聪明什么 brainly 聪明的学生 brainly gorgeous gorgeous 就是很美 或什么叫 很 很怎么讲 他美得来也很高贵 高贵的美 就很美 很美 a concern mother 好 concern concern本来呢 是冻死来的 可是我们把他变名词的话 我们叫ID a concern 就是很会关心 很爱关心人的 很喜欢关心人的妈妈 a concern mother talented 就是 有 财 华 Talented 是有财华的那个艺人 或者是那个明星 a talented artist a disabled man disabled就是 残缺 就是残疾人士 ok有残疾人士 残疾 a caring father caring father 来自 care care的也是关心 也是很会照顾人的 很 照顾人的爸爸 很喜欢照顾人的爸爸 a caring father 他讲写的 很照顾人的爸爸 很喜欢照顾人的爸爸 好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形容出来的 a determined leader determined就是下定觉醒 有觉醒的 有觉醒的领袖 有觉醒的领袖 OK an energetic Athelic an energetic来自 energy Energy是什么 力量 就是你们的那个能量 所以an energetic就是 充满活力的 有活力的 这个呢 dillusion dillusion 同意词是 hard working 什么是hard working 什么来的 talking是 勤劳 勤劳 所以呢 你们就把这些意识呢 不会的话写下来了 因为 这些 形容词呢 都是用来 在形容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人物 所以呢爸爸的话可以用caring或者concern 如果是 很聪明的人就用granny 很美的女生就用project 老师很轻老就用adillusion 或者是运动会的很多 an energetic的athlet 可以在赛跑 好这都是不同的形容词 好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有吗 没有啊 有吗 有吗 没有啊 OK 好 这样我就跳下一个 我怕我讲太快了 好来下一个 OK 有关掉你们的声音 OK 好接下来呢 是比较 specific的 就是你们的样子 就我们人的样子 好人的样子呢 呃 什么情况下中呢 就是你们写作文啊 如果需要介绍主角的 这样子你们就要 学起来 呃 把声音调不掉 全部都调不掉啊 因为有噪音 OK好 第一个呢是h 好 h的话呢很简单 有三个 young middle age 和old 请问什么是middle age middle age就是我这样子啦 我就middle age 你们是young嘛 对不对 你们是young 我是middle age middle age就是中年 是uncle了啦 uncle 三四十岁了 uncle啦 在我那子uncle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是 年龄的 然后old呢是老年 然后第2个是hide 就是高度 short是很矮 middle age呢 通常呢是大概150 150到170那样子啦 165啦 就是中等的高度 当然你们现在小孩子呢 就不算啦 可能你们 没有这样高 是不是 等你们长大过后呢 才可以分辨 所以是short middle ag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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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更高 170以上了 ok to 好 接下来呢是身体 就是你们的身心 然后skinny跟team呢是一样的 很瘦 瘦这样写了吗 这样子写 OK 很瘦 然后fat flum也是一样 OK fat 很肥 flum是很丰满 就是很 也是一样啦 就是 丰满 好平也就丰满啦 OK 就比较胖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一个呢是well build well build 就是很fit 就是全身都是肌肉来的 好像可能他天天做 做那个gym的就是 充满肌肉的 比较build 就是有6 pack的 6 pack的那些的 肌肉 然后呢眼睛呢也是有不同的眼睛 OK 有brown small big round over over 是桃圆形 wear glasses的话就是戴眼镜的眼睛 OK wear glasses 然后脸也是有不同的那个 那个 形状啊 有圆形 有桃圆形 有正方形 有长形 正方形 正方形 不同的 身体的其他地方 比如那个flaked face 就是有那个雀斑的 有那个点点点的 OK Slander呢就是比较苗条 OK Slander Slander就是 女生的Slander就是比较苗条啦 OK peel的话是比较苍白 我写下意思 苍白 苍白 这个Slander是苗条 苗条 这个flaked是那种斑点 雀斑啦 通常是外国人会比较苍见的 脸上一点点 Toyton就是他鼻子很尖 类似那个英勾鼻子 很尖 OK 没有这样尖了 就画不了 Strong的是很强壮 所以这些是其他身体部位的形容词 OK好 下一个 这边 OK 这些意思 明白OK 这明白了 这让你们明白了 算是一个vocacy OK就是你们学 不同的词汇 好来 下一个 除了人之外 我们看到人 还有人的那个样貌 不同的地方也是有不同的西红柿可以用 比如呢 我们讲回教堂 Grand Mosque 就是比较 比较壮观 OK就是很大的意思 Grand就是很壮观 很大的意思 又大又美了 OK clean的就是很干净 Quiet就是很安静 Hunted就是很 闹鬼 Hunted 闹鬼 就是那种可能一间家没有人住了很久 Hunted house 就鬼屋的意思 Slippery toilet就是很滑 很滑的厕所 OK Smelly OK 什么是smelly 是很什么 很臭 OK Jung Yard 是什么 丢垃圾的地方 Jung 是垃圾 可能你们的 Condor 最下面是一个地方是放垃圾的 是不是 或者是 Apartment 有个地方装着放垃圾的 就是Jung Yard 就很臭 Smelly Condor 就是人山人海 很多人 Shopping mall Condor Space 是很宽敞 还有你们的礼堂 很宽的 很宽敞 Well known是很出名 比如这些餐馆的出名什么 出名它的草果条 出名 A Tranquip 这个字比较少用 Tranquip是很临近的 就是 A Tranquip Garden 很临近的 花园 这些都用在不同的地方 当然也可以交替使用 可以换的 比如一个班上的很潮的就可以很伤 或是很多人的话 Condor 只要你明白那意思就可以了 可以教去使用的 好来 下一个 OK好现在呢 这边的练习 我们来看这边的练习 这边练习的会比较难一点点 OK会比较难一点点 好 他问什么 第一个 Circle the incorrect adjective And Rewrite the sentence with correct adjective 所以第1个动作叫你们圈起来 好圈什么 什么圈什么 圈错了的 形容词 好 到底什么错呢 我们看地底 Madam Sue asked her people first to tidy their clean classroom 好你们觉得有什么错 这就是有什么错 Madam Sue叫他的学生 打扫 他们干净的课词 哪一个错 后面那个字错了 tidy啊 首先 tidy不是洗农词 tidy是动词 这边tidy是动词 我们先找 这边哪一个洗农词 这边哪一个洗农词 打扫 暗脏的课词 OK暗脏 所以呢 这边呢 应该要把这个 glyn圈起来 你应该换什么 那个glyn还捡 你应该换什么 换什么字 老师 啊谁叫我 什么事 这个练习做完了 要不要拍给你 也是要 要 练习要拍给我 要拍给我 OK要拍给我 好 好 请问第1个句子 glyn要换成什么字呢 同学们 30 yes 很好 就是换成肮脏 因为呢 干净的 干净的班上是用打扫 OK 所以你圈起来 重新写过啦 第2个 we salute the cowardly soldiers for their sacrifice cowardly呢 是什么意思 胆小 我们为 胆小的士兵的牺牲 而 致敬 我们尊敬 那些胆小的士兵的 牺牲 有错吗 这句子 勇敢 关心 你要关心 胆 这个胆小 cowardly呢 是很 很错啦 士兵是肯定没有胆小的 所以换什么答案 应该换成 勇敢的 勇敢要不要勇敢 用形容词 如果是bravely的话 是apple 不一样了 我也brave 好 第3 我先做3题 然后你们吃下面 你们就吃看啦 你们我先示范一下 OK The dog looked strong as it had not eaten for many days 这只狗看起来很强壮 因为他已经很多可以有词了 强壮要换成弱小 OK好 强壮要换成弱小 强壮要换成弱小 弱小要吗 弱小要吗 弱要吗 弱的话叫做 w要吗 w e 要吗 弱小 w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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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弱 很弱小 OK 所以呢 这个练习呢 是看你们能不能找出 形容词 然后呢 把那个错的形容词呢 换成 对的形容词 然后这个比较难啊 我知道这个比较难 不然不用紧 你们尝试去做 尝试去做 尝试去找一找 形容词过后呢 你把它换成 你觉得正确的 形容词 明白吗 同学们 明白啊 明白 OK啊 很容易吧 其实这个like 这个like是错了 like是很轻的 James could not carry the light box 就错了 应该把like换成 什么 like换成 很重什么很重 很重叫做 heavy having 对你们都会的 非常好 所以呢 这个功课就留给你们了 OK 我们我们下个星期一起看 然后你们也拍给我 拍给我啊 拍给我 我要讨论了 OK来 下一个 好下一个啊 等一下 OK 下一个呢 有四题 好 这四题呢 是没有选择的填充题 oh my god 这样办 不要感到害怕 用你们觉得 对的 适合的 比如第一题 injik how you kill a snake 到底是什么 cue什么snake 好这个使用词啊 什么都可以 你来想一想 什么snake是可以放的 在snake的前面 long OK longsnake很长的蛇 对啊 没有错啊 还有 big big oh很大的 很大条蛇也可以 所以呢 只要你觉得 适合的 我都会觉得 可以啊 没有问题 不过千万不要放一些怪怪的 比如你写cue 可以吗 可以写cue吗 OK吗 蛇很 蛇很少会有cue的 不可能啊 OK基本是没有cue的 所以呢 所以要用 呃要按照 logic的 要合你的 不要乱乱写啊 你可以想 或者是 比如 这样吗 很有毒的 venomous 你用一些字的话可以 或者是 很 凶猛的 OK就是 ferocious 或者是 fierce的都可以 OK 好所以呢这四题呢 看你们怎样发挥啦 OK 用最适当的使用词 一个答案就够了 一个答案 如果你多过一个话也可以了 好 所以呢这个是你们的功课有三个功课了 可以有三功课了 好 不会多了 Hawking Hawking 第二个 John is a Hawking driver and he always drive Dangerousy 就是他 每天危险驾驶 OK我觉得Hawking 可能不大适合 我给你们想一想另外一个 OK 好来 下一个 好下一个呢就是你们刚才拿到的 Nodes OK好因为时间也不多了 OK因为时间剩五分钟 不过后我们先 Go through一下 OK我们就Go through一下 好这个是 这个是刚才拿到的 Nodes 好这边的Nodes呢全部呢都是 有关 Adgetive的 因为我发现呢我准备Adgetive的不大 不大够了 有一些额外的东西 会给你们讲一讲 好 Adgetive本身呢 可以加Preposition的 OK 可是加有加的规则啊 你不能随便乱加了 比如第1个 OK第1个你们 如果你们没有print的话 不用请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个slide 我讲完这个slide就可以了 这个slide已经是够5分钟了 好第1个呢是 Good at 什么是Good at Good at就是 很擅长 或是很厉害 比如I good at English 我英文很厉害 I good at mathematics 我输出很厉害 好 这边呢两个呢要一起 一起看的 把坏一个 挂糊 首先呢 如果是厉害啊是Good at 如果是很差啊 是Wake in OK啊 怎样看呢 首先 Good Ad Ad是什么spelling A T A 哇 拿到A的 可以拿A的 所以呢后面要放 Ad OK 你们用真子来联想 Good at Good at mathematics 好如果是很差 就是Wake in 哦 打不到A了 就Wake in了 所以Wake in Science All right Wake in English Wake in Chinese OK就是你的科目很差啦 或者是Wake in Wake in drawing 就你的那个 啊 不知道会话读话 Wake in drawing 好这两个一起看啊 所以呢这两个自己 画心谁 Good at跟Wake in OK 两个一起读的 好第3个 Interested in 就是有兴趣 Interested in drawing 好第4个跟第5个 我们也是一起看 Scared of 和 Jalous of 好 除了Scared之外啊 还有 Afraid也是一样 好这些都我们叫做辛勤的形容词 害怕 Afraid of snake Scared of snake 或者是 Scared of Cockridge Scared of Lizard Afraid of Lizard 或者Scared of Lightning OK 然后Jalous是什么意思 Jalous是嫉妒 嫉妒 就是你很妒忌别人啊 就你别人有什么 你想要有什么 或你看不惯别人有什么 OK就是Jalous 好所以这两个是 好第6个是 Sorry 所以是 对不起啊 这个是感到很 很抱歉啊 Sorry for your loss 就讲呢 可能 你失去了你的 某某呢 失去了你的宠物 给你宠物死了 I feel sorry for your loss OK就感到很 很很遗憾啊 或者是很抱歉 OK就sorry 然后Friendly with manager 就是感到跟那个老板呢 很友善啊 跟那个老 跟那个manager 友善 Glad with 然后Glad的是开心 或者是 就是很高兴啦 Glad with 或者满意也可以 OK I glad with a new job 我对那个新的工作感到很满意 OK Glad with Place也是一样 OK Glad跟Place同一切的 OK Please with the good news OK Different from Different是不同 Different from my sister OK或者Different from Other brand 就是我跟下牌子不一样 OK Different from 所以这些Place是 6小的 你不可以讲 Different with 你很少讲 Different of 没有啊 我们讲Different from 这个呢是root to 就是 无理 Don't be root to your mother 不要 不要对妈妈无理 OK Don't be root to me 不要对我无理 这些都是形容词 再加 Place的组合 然后讲到这边呢 基本上 有问题啊 有问题吗 OK因为呢时间也不是很充足 没有 我打算把这个认识呢留给下一个礼拜我会专心的讲更多 好有问题吗同学 好是 来讲 Exercise one要不要做 Exercise one 哦 哪里后面啊 等一下啊没有看到 后面那个Exercise one 哦好 后面的Exercise one OK好 这个Exercise one呢跟上面那表有关系的 好这个表呢 也做一做 因为呢很简单 很简单 OK 这边拍给你 OK要拍给我 所以呢总共有四个练习要拍给我 四个 啊 四个也不也不很多啦 一天可以做的 其实都是 填充不了 OK啊所以四个这四个啊 啊就该那三个再加这个新人都是第一个 啊 所以呢今天的功课 今天的课呢 我就讲到这边了